韓国人现在哈什么 他们现在哈孝顺 哈爬山 你说孝顺跟爬山到底有什么关系 来我们来看一下 登山是现在韩国的所谓的国民运动 根据统计2018年南韩人 光是在登山设备 花了23亿的美金 那更重要是在2019年的抽样调查里面 有62%的成年人 每个月最少登山一次 那是登山嘛 丢到哪里登山 他们最喜欢的是到中国去登山 或许是因为宣传的关系 或许是影视的连结 当时很多韩国的孝子 都拜托妈妈求着爸妈 到张家界去登山 来我们说今年前八个月 张家界总共有28.9万的游客 那我们说将近30万里面 有三分之一是韩国人 而且是以中老年人居多 而双方在这个所谓的旅游 所谓的孝顺产业 有一定程度的连结 我也很孝顺 可是如果我跟我妈讲 母亲很友好 所以我送你去北山 我母亲可以对我的国家 对我头上我卡住 但是越来越来越来 他到底为什么是送张家界 为什么不送别的地方 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人特别友善吗 这个叫做天时地利人和 刚刚人和 我们主持人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说这个旅游产业 把它跟一个孝道文化 做一个结合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 送爸爸妈妈到张家界 是一个孝顺的表现 这叫人和 那什么是地利呢 我们都知道韩国人爱爬山 那韩国人到中国最主要 过去是两个地方 哪两个地方 一个是沿边 我们去爬 长白山 另外一个就是桂林 我们说这个桂林 山水甲天下 但是这两个地方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其实它是有点饱和的 那爸爸妈妈可能去过好几次了 这个时候张家界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特色 什么特色呢 其实很简单 沿边对韩国人来说太近了 桂林对韩国人来说太远了 张家界刚刚好 它的位置其实是刚刚好 这叫地利 张家界他现在变成这个爱爬山 韩国人 孝顺爸爸妈妈的第一选择 第一品牌 但如果你去风景区 你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乱象是什么 除了摊贩以外 还有很多的乞丐 那真的有丐帮吗 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台湾玩的时候 会有人沿路乞讨 而当我看到这些沿路乞讨 如果一喝咖喝酒 我们当然就假装没看到 那台湾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有一个女的推着一个男的 坐着轮椅 然后兜售口香糖 牙膏牙刷这些日用品 但是在国外又不一样了 那中国现在输出所谓的丐帮文化 这些以中国为中心的帮众 开始往马来西亚新加坡 还有泰国移动 OK那2023年的时候 泰国当时我们说出现了 大规模的毁容乞丐 那这些乞丐平均每天的收入 将近9000元新台币 而一整个集团下来 月收入高达156万的台币 而台湾也出现过 2018年在淡水 有一个叫小州会的犯罪集团 总共有18个人 每月收入也达到400万的台币 2019年澳洲警方 逮捕了7名持观光牵 进入澳洲的中国游客 年龄介于65到72之间 而这些这么多的所谓的乞丐 泰国那边 尤其是一所谓的毁容乞丐 或者是 明明他就是个呵呵狼 但是把他给肢体弄馋 来博取你的同情心 你怎么看这些所谓的国际丐帮 基本上现在这一个国际丐帮也好 或者是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一些状况也好 其实背后都是一个什么呢 人口贩运集团 我们要说的是 其实美国国务院 他每年都会公布一个人口贩运调查报告 那这边的话台湾其实经过几年以后 他我们的一个素质 我们的评价都是很好的 当然美国还会觉得说 我们这个可能有外籍渔工 或者是什么家事工 劳务过长 这一些我们就已经被美国 就一直要求改善 要求改善了 可是中国大陆或东南亚 这一边他们的人口贩运指数相当的恐怖 除了是成年人贩运过去做奴工之外 他们开始会希望走的是什么 儿童甚至是从有一些小朋友 他或是在农村 就是这黑户口或等等的 与其让他在这边没饭吃 不如让他去学所谓的一技之长 可是这一技之长 居然是被犯罪集团给利用 甚至是可能有一些伤残的行为 让他可以去夺取更多的一个同情 那我们就要想 如果你今天这一些集团 为什么今天对一个犯罪集团来说 他与其现在已经比较少在什么 贩毒走私军火 相对来说人口贩运是最大的一个犯罪的行为 因为他有一个不断的产值 你如果说这些人进来 你说怎么可能我要养他 我要喂他食物等等什么的 但是说难听一点 今天就中国大陆的一些某些地方来讲的话 人可能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缺少 在一个有些国家是少子化 可是有些地方 他居然人的一个数量太多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 对于一些犯罪集团 他就是有机可乘可以拿来赚钱的摇钱术 所以你不只是养他而已 可是你要想如果他这样子 送他出国到一个地方定点去博取别人的爱心 特别是你如果经常在一个定点出没的话 大家都知道你这个是假的 或者是你整天来跟我借一百块 或者整天来这一边跟我说要钱 可是如果我是一个集团化 今天你去A点明天你去B点 甚至是他要去一些观光的地方去 希望去骗取的是 到这边的不是在地人 是到这里的观光客生意的话 透过这个方式会变成一个完全很难掌控的 一个犯罪组织 特别是我们可以去看到 今天他给的是什么 现金你不可能说刷卡吗 现金这个东西不是刚好又是犯罪集团 最方便去得到 甚至是未来他从事洗钱相当好的一个手法吗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人口贩运 他绝对不是单纯的诱拐儿童 或者是商产而已 他还结合了洗钱运输偷渡等等 一个庞大的一个犯罪集团 以前乞丐其实就分成大本跟小本 你知道台湾有一个乐器 叫做乐琴月琴 月琴以前叫做乞吃金 为什么 所有的大本的乞丐都大本的 就是他是有本事在身的 他可以到处走街串巷唱唱歌 然后严格说起来 还就是最早的街头艺人 那小本的就是 你看到这里落陰 粗好的 我们拿出的 唱春 technique的那一种 但是其实在古代 中国的器概文化 它就已经有了 不然怎么会有丐帮呢 那渝尔 中国怎么输出他们的丐帮文化 这个丐帮 丐帮产业 其实在中国是一个系洋产业 夕阳产业 为什么它在中国是夕阳产业 现在都已经线上祈祷了 对 各位想想看一个场景 这个吕大哥 刷一下救救急好吗 各位想想看刚刚那个场景 你会发现它这个行企过程 其实它有很多很小很小的这种成本 这个东西对于一个丐帮的经营来说 是非常的致命的 所以在类似像中国这种行动支付非常发达的国家 很难有这种所谓的丐帮 所以你会发现它基本上它是往海外发展 那为什么它能够往海外发展 刚刚也有已经说 其实这个丐帮这个东西 它是依附在这个所谓的人口集团 人口伴售集团底下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你不知道怎么样用的人 那这个你就剩下这种 最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处理的 那我们就是把它拿去做这个丐帮的这个心血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虽然它在中国 基本上因为这个行动支付的崛起 这个丐帮文化慢慢消失 但是你会发现它在中世界的各地 其实它都慢慢的有一些 持其比落的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它也不会变成一个 太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刚刚我们说到说 这个丐帮文化其实它是一个 人口集团当中的一个最低端的这个产业链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是 它非常的容易受到打击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其实前几年澳洲 这个从雪梨开始就有这一些的 这个所谓的丐帮文化 丐帮的这个现象 但是这个澳洲政府 它就是大力的打击 丐帮这个产业 其实它是怎么样 劳力密度高 然后这个 工时长没有劳金 虽然它的成本很低 但是像这种产业形势 它最怕遇到的就是 政府的大力的打击 所以你会看到它说 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出现 过一阵子 政府大力打击后 它就消失 然后现在它就是往泰国的 往泰国这边发展 就是说因为那个地方 它有一些华人区 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 政府又还没有开始打击 它就是只能在这种地方生存 那么人多的地方才有乞丐 但是问题 台湾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叫做人口越来越少 俗话说生不如死 也就是出生率 已经远远低于我们的死亡率 大家都说这是一个国安危机 这个国安危机到底怎么解决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来看一下 所谓的战国看趋势 到底什么叫做人口危机 生不如死 越生越少 那国外到底怎么搞的 来我们说来 战国看趋势 育儿天堂 来我们说以以色列来讲 犹太人跟阿拉伯人 占了所谓的七成二 而这两大族裔人 都有大家庭的生活习惯 而生育不住 还有儿童津贴 已催负了减免 四十岁以下 还有四管婴儿 接近全额的补助 那瑞典呢 瑞典有趣了 瑞典的我们说 在家带孩子的这个爸爸 以前我们叫做戴鼠爸爸 他们叫做拿铁爸爸 他们说男生骂 那我也请育婴家 在家帮忙带小孩 所以一手拿着拿铁 一手推着婴儿车 拿铁爸爸 他是全球第一个定例 性别中立育婴家的政策 夫妻共享四百八十天的育婴家 前面三百九十天 以父或者是以母知名 他可以享有八成的薪水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纽西兰 其实纽西兰一直以来 因为他地广人稀 所以他非常开放的移民政策 但这几年 由于中国这些富豪 有钱人重产阶级 开始往外润 所以纽西兰也下道了 但是下道不打紧 如果你没有阻止 你要阻止外来的人口进来 那你本身的人口就要增加 那纽西兰总理他也请育婴家 那议长帮同志议员带小孩 孕妇有免费的产妇的护理 然后二十六周的带新育婴家 那随着我们说现在受的交易越来越高 所以女性的失婚年龄也渐渐在往后移 而失婚年龄或许跟所谓的黄金生产时期 可能有一点落差 为了游神学也好 为了下一代更健康 现在很流行所谓的女性动乱 我们来看以下这则报道 捏起肚皮自己的针自己打 这位33岁的台湾女性 想在生育与事业上追求平衡 她不是单一个案 她已经是许多台湾女性的写照 当然是为自己未来买个保险 怕年纪越来越大 可能不好生啊 生不出来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其实我们 我发现就我跟我朋友之间 我们也都蛮重视未来可能小孩子的健康程度 那就是其实也有查到知道说 卵子对于宝宝的发育是蛮重要的 就是这些原因 所以她决定动乱 她表示现在女性独立 不见得要赶快找一个终身伴侣 立刻结婚生小孩 她认为动乱是让自己拥有更多选择 例如在当前选择事业之余 在未来想生的时候多一个预备方案 台湾的生殖中心近年来也观察到 冻卵人数倍增 以宋子鸟生殖中心来说 他们计算去年约有一千对夫妇 来进行相关疗程 过去几十年里 国内冷冻的卵子树 大约已经破三万棵 市场的需求是在的 是在 而且我觉得政府也有必要 有必要解决少子化这个问题 预留生育能力 那也许经过十年后 少子化会被解决 医师认为台湾动卵的解冻率 大概只有8% 跟美国相比的38%落差很大 其中一个原因是 法规规定只有异性婚姻 才能合法使用冷冻的卵子 也就是说单身女子 不能解冻卵子生孩子 在允许同性婚姻的台湾 同性夫妻也只有收养孩子的权利 那么说人口问题在中国应该不会发生吧 他有14亿人口 错了 我们说中国以前 也有跟台湾一样有争产报国的时候 可是后来突然发现了 过多的人口 失掉了国家的经济成长率 所以开始有所谓的一胎化的政策 而一胎化的政策演变到现在 的的确确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们冲出了一波经济的成长 但是当一胎化 他这些人开始要承担经济责任的时候 有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个叫做劳动力的短缺 第二个 小时候是六个人养他一个 现在他一个人要养六个 以前台湾有个都市传说 就是如果你是独子 然后家中又要照顾年迈的老父母亲 你可以不用去当兵 韩国人听到当兵就害怕 所以为什么韩国他们在打国际赛的时候 是拿命在跟你拼 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散兵役 那现在最近韩国听说要拟一个政策 什么政策 就是如果你在三十岁之前 生三胎的话 可以免除你的兵役 这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请柏林为我们带来 所谓的战国看趋势 战国看趋势 增产报国 我们从三个国家的做法来看起 南韩北韩跟中国 先讲南韩就好了 南韩的方法 他曾经在年初的时候 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免除三十岁前男子你本来要当兵 但你如果生三胞胎的话 不用当兵 第二个方式 最近他在想出一个方法 你生满了三胞胎 你就有一些特权 包含高速公路 公车道 包含优先使用公有停车场 表示说让你这个带全家人出去玩 你不用太担心 但是沿你这个过程被人家说 带三个小孩都累死了 我还有心情带他们去玩吗 所以沿你当中政策能不能成行呢 不知道 但就全国的现象来讲 其实南韩的总和生育率只有0.78 这很低 那就算以最高的部分 这个地点在江云道 华川郡 这大概1.4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的人 愿意生 比其他南韩地方愿意生 因为像他在这个地方 有催生政策 居住满一年 生产之后 你可以使用调理中心 免费两周 大概40万台币 以及居住三年以上的父母 去补贴小孩 念大学的学费 所以透过 这个生产之后的调理免费 还有小孩学费补贴 让江云道的化妆剧 是比较高的生育率 看完了南韩的部分 来看北韩的部分 在联合国2023年的这个统计 北韩的生育率大概1.8 但是他如果要维持人口的平衡点 是2.1 也就是说北韩 他的生育率也是低的 北韩的怎么催生法 南韩可以砸钱 北韩呼口号 他就说 在11月16号庆祝母亲节 针对生下多名子女的妇女 就获颁努力英雄的称号 再来讲到 讲到北韩 有很多脱北者 大家知道 很多女性 就往中国的东北去逃脱 逃脱很怕被抓回北韩 那怎么办呢 到了农村 有机会 就干脆嫁给农村里面的中国男子 别忘了 中国也想要催生 所以来看 包含北韩 中国南韩 现在为了催生这个部分 方法可以说 几乎无所不用其极